听说这套玩具啊 几乎是所有女孩子的梦想 满足了小几生 对于洋娃娃的所有想象力 来自 这里面有超过25种惊喜 还有两套超级fashion的衣服 可以给洋娃娃进行替换 具体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超级女孩 就看你自己的DIY了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盒子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它还可以变形为一个 超级电影大舞台 不仅可以现场播报电影 还可以进行T台走秀 搭配我们这个洋娃娃 绝对是超级时尚的存在 尤其是超级电影院 从正面看是一个超级的电影院 有观众 还有我们的女明星 前面有一个空白的风格 好像是一个影节机 可以播放影片 但它的背面 则是布满了各种美光灯 有点像新电影的发布会 现在就是它我们的女一号了 而且这女一号 还在我们的盒子里面 等待我们发掘 我们沿着这个数字式的标示 继续往下拆 撕开这个分析 好像是一个小盒子 给它拖出来 有两个黑色的小卡片 稍微换个方向 我们就可以看到 里面有两个娃娃 另一个也是 背后还有两个卡扣 我们可以给它连接起来 就像是一组胶片一样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发夹 一个小树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支架 这样插上去就好了 这里面还有两毛东西 是一个小背包 上面还有好莱坞的字样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还有纸包的 原来是一个眼镜 它的镜片为什么不同呢 一个是蓝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这个应该不是给洋娃娃来的吧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胶片 插入放映机里面 啊 这个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吧 最后我们还是把它的录像取出来吧 哇 还真是一个好大的盒子 哇 我们的女明星终于出来了 不说别的 它的这双手啊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细腻 像真的一样 摸起来软软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 它为什么卖那么贵了 剩下的这些呢 应该就是它的装饰品和衣服了 先看蓝色的盒子 哇 都是用纸包装的 是两副眼镜 还有一对耳钉 一个腰带 红色的盒子里面 这个鞋 这也太漂亮了吧 剩下的这个衣服 包装也太有格调了吧 白色的衬衣 还有一个小裙子 最后一个是一个套件 上衣和裤子都有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它 换装 这一套衣服啊 看起来相对生活化一点 整体的颜色都是黑白配 就像是凌家的小姐姐 打扮好了刚要出门 看起来非常的低调 不过当你给它转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五颜六色的头发 也太梦幻了吧 一看就走在那时尚的最前沿 不过第二套衣服 就亮眼很多了 感觉这一身打扮 更加适合这个舞台 潮流够 你们会被哪套衣服打扣呢